大家好,我是挨折腾的老高 很久不见了 这里有不少小伙伴私信我 说这个老高阳了,最近恢复的怎么样了 你们听一下我这个声音 还有一点点这个蛙叫的声音 还好,头发稍微白了一点 然后胡子长了一点 瘦了大概有四斤左右吧 当然老高想提醒小伙伴们 并不是所有的羊它都是轻症 然后老高刚好碰到一般型的羊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22到23号 先开始感觉到嗓子不舒服 然后有咳嗽,有淡黄色的痰 那个时候我就以为是普通的感冒 上呼吸道可能有点发炎嘛 没注意 24号早上起床 发现这个发烧了 家里有孩子嘛 然后第一时间是老高自己单独自我隔离吧 当天晚上24号晚上就开始高烧到38度8左右吧 然后烧到了第四天开始温度逐渐下来了 然后很多这个群友和这个粉丝 大家一起交流羊的经验哈 他们也是跟老高差不多前前后后 同一时间病的吧 看到小伙伴们都好起来了 然后老高这一直进度比较缓慢啊 后来我就察觉这个咳嗽又回来了 而且是咳痰 有黄色的结块甚至 然后也特别感谢群里 还有一些做这个医生的粉丝们 给老高的帮助 然后觉得这个应该是有混合型的 可能有细菌感染 可能跟之前前头两天 老高出现这个嗓子疼咳嗽 有痰那个时候是有关系的 然后呢 我就加上了这个抗生素 当然现在买药不是那么方便哈 有头包一类的 可能会更好一些 但老高吃不了头包 刚好这个有阿奇梅素 然后加上了阿奇梅素 然后这最近感觉好多了 但是七天过去了 还是这个阳着呢 28号我终于这个 在那个京东上面 抢到了世界盒 这是28号测的 抢阳 今天是30号 又测了一个 还阳着 但是弱了一些了 不知道啥时候能 能那个阴性啊 我就可以回家了 嗓子疼的时候就靠它来扛着 不过还好 现在没什么症状了 稍微还有一点鼻音 然后有一些咳嗽 咳嗽已经好很多很多了 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痰了 稍微有一点蛋黄 再坚持吃上几天 这个阿奇梅素 应该是要吃够五天吧 这个我这是属于 新冠引起来的这个气管炎了 已经是 急性气管炎 它是病发的 也希望大家不要轻视这个病 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么轻松 因人而异吧 感谢大家对老高的这个一如既往的支持 由衷的希望 这个大家都能康复 照顾好你们的家人 好 咱们下期再见